喂,成記,吃甚麼? 兩個豆腐火爛飯,一杯凍檸茶小冰送去廣台廣播大廈 行,直到 想送外賣?不一定要用單車的 如果你想坐在家裡 餓餓腳就有食物 可能你會打電話去附近茶餐廳叫外賣 但未必每間都肯送上門給你 現在就有不少專營外賣速遞的平台 會跟不同的餐廳合作 可以是樓下茶餐廳,旁邊的扒房 甚至是幾個街口之外的小食店 而你要做的,只是拿手機出來 用應用程式下單就完成了 話這麼快,你會見到有湖水男配袋鼠頭標誌 或者粉紅色配紅貓 黑色底配白色品牌名的一代二代 由這些外賣平台的電單車車隊 送到家門口 Foodpanda是第一間來到香港發展的外賣速遞平台 到現在已經有五年了 他們跟不同餐廳合作 安排車手將外賣直接送到客人面前 他們的市場部主管羅浩然說 現在已經有四千間餐廳用它的平台 方便是我們從餐廳送到客人手上 甚至送到門口 我們是三十分鐘三十多分鐘內送到 確保的食物還是夠熱 大西北送不送 Foodpanda最初的服務範圍只是得中上環 但現在已經發展到粉嶺,屯門,東涌這些偏遠地區 羅浩然說了幾次 最重要是做大個餅 即是無論它是一個很大間的賣pizza店 本身已經在做外賣 還是一間小小間的雲吞麵店 我們希望跟我們合作的原因 都是因為 希望我們可以達到更多的生意 給他們 看回他們的外賣平台 又真是甚麼類型的店鋪都有 好像大型連鎖餐廳pizzahuts 大約三十年前已經在做外賣生意 但在三年前都加入了這些手機外賣平台 蛤?但不是有得打電話喊 上網喊 和自家app喊外賣了嗎? 是呀 所以Pizzahut行政總裁陳建倫說 自己都有掙扎過 這個都是有個心路歷程的 當這些外賣平台來香港的時候 我們都有點擔心 因為俗語講多隻胸肉多隻鬼 多了人做外賣會不會影響我們 但後來我們開始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發現他們可能在某方面是朋友多過敵人 跟他們做樂之後 發現大部分在他們平台的生意 大部分都是增長的生意 即是新的客員 中環和半山的戶客 平時他們很少想起 可能他們自己的生活習慣 或者他們的其他因素 那小店的情況又怎樣呢? 九龍城有不少小店 泰國菜更加是開到整行整市 陳建峰是亞太廚房的老闆 他兩年前來到這裡開店 本來就沒有能力 更加沒有想過送外賣 最大問題就是只有我一個是香港人 而他們大部分的泰國員工 是不懂哪條街打哪條街 都想過請一個去做外賣 一個星期送兩三次 我真的很大劑 根本完全蓋不到他的工資 那我不如外判這些服務 給一些要做這些公司去搞 所以開店不夠一年 他就找外賣平台幫忙 先後和Deliveroo Foodpanda和UberX合作 靠他們提供車隊和叫外賣平台 開始示外賣生意 我要曝光律 這個世界 當請了一個伙計幫你做Marketing 他會令到有機會 叫完外賣覺得好吃的時候 他有機會過來我吃 其實他間接幫我宣傳餐廳 其實是護理的 這個世界就沒有免費午餐 究竟外賣速遞平台的 收費模式是怎樣的呢 羅浩賢以Foodpanda為例 就是按每一張單向餐廳收佣 而每間餐廳給的佣金都不一樣 其實我們就不收任何手續費 也都不會收任何的叫做加盟的費用 當然我們會收的只是 一個叫做 因據訂單的一個佣金的費用 也都換句話說 當你沒有收到任何的訂單 或者沒有做到任何的生意 我們其實都不會收任何一分一毫 不成功不收費 都幾關真 那餐廳自己盤數又怎算呢 接到多些外賣單 餐廳老闆有無好處 可以這麼說 你100元就收30元的手續費 即是百分之三十 Delufa和Foodpanda都是一樣 30% 聽餐廳的說法 即是每張外賣單 老闆都要付回三成的佣金 去外賣平台 不過並不是每間餐廳要付的百分比都一樣 其實行政總裁陳建倫說 其實這個佣金要付多少錢 似乎跟訂單數目都有些關係 談佣金當然是越低越好 它是用營業額的 即是佣金的多少% 其實都有一個對照表 你越多生意的時候 佣金是會下跌的 那麼每個月收佣金的百分比 便轉來轉去 每個月收佣金不同 即是它用那個對照表 來跟你對 你做到多少錢 就給1%佣金 我們希望當然 越做得多 比佣金 比佣金越低 大家都有好處 即是說 連鎖店的外賣生意做得越多 佣金就會越低 九龍城這間小店 接到多些外賣單 有沒有好處 老闆說一開始 已經訂了每張單 收三成佣金 沒得改的了 收費率是按你的生意比例去調整 這個是在營商來說 我很明白 他們是有連鎖式 或者是有分店的餐廳 收的percentage 一定不會30% 但我沒辦法 我也沒有分店 他們東西多 餐廳大 可能喊單量 就不會喊一兩百元那些 一輛電單車送150元也是送 送1500元也是送 嘩 世事都被你看透了 對於不同餐廳 就有不同的收容比例 甚至是計算方法 這些外賣平台說 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大小超 因為他們最緊張的是長遠的合作關係 同樣地以一個長遠的合作模式下 其實我們都不會做任何壓榨 或者剝削 小一點的餐廳 或者比較小重的餐廳的做法 同等外賣平台合作 當年已經想過度過 但原來這種小店 每個月的外賣生意 都不是賺得很多 全部外賣加起來 不超過百分之十 按三間加起來 可能一個月有萬多二萬元生意 它純利真的很低 搞一萬元生意 只有兩千元的盈利 小店都說賺不夠一成 但原來連鎖餐廳 都不一定有得賺到盡 陳建倫說 其實這些外賣平台 為他們帶來的生意 大概只佔一至兩個百分比 對我來說 顧客沒有說 誰重要誰不重要 一單都是生意 如果他一直都沒有來光顧我 而我因為有一個渠道 有一個新的外賣平台 他來光顧我 就算半單生意我都會開心 數下手指 其實大餐廳小店都不是賺得特別多 陳建峰就看得很開 開架車養一班人 兵零、制服、紙袋 其實住一樣都是錢 整個配套30% 其實我不知他們怎樣計算 他們是有盈利 但其實沒辦法去到值不值 餐廳不介意賺得少 平台有這麼值得想 說不定消費者才是最大贏家 慢著 不如拿手機出來隔一隔吧 羅浩賢說 他們希望和一間餐廳的外賣 和堂食價錢不會差太遠 同時在他們平台買的外賣 亦都不會比其他平台貴 至於價錢來說 其實我們都會希望談到 或者我們希望達致到的 就是和你在餐廳 落到店舖的一個分別 當然他們自己有不同的商業 考慮的情況之下 他們會覺得有需要做調整 大部分的餐牌上面的擺放的內容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以餐廳為主 價錢來說其實我們是100% 都會覺得100%的營價要求 也都表明我們是需要 一個全港的所有外賣平台 最低價格的準則 現實是怎樣呢 陳建峰說 他們的食物在外賣平台的定價 通常會加8%至15% 全部都打7折 其實我都挺慘的 但都不可以太離譜 因為你拉上補一下 可能我燒過牛仔骨 本身都70元了 我燒過90元 其實貼錢買爛售那些 那些就要加一點 加10至20元 虧錢那些就要加貴一點 你賣到200多元一碟炒可粉 你不會有人吃 你有沒有試過上網找外賣 有沒有發現同一樣東西吃 有很多不同價錢 作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沒有理由人說你就相信 你又有沒有隔價呢 Foodpanda 我設一樣的價錢是100元 我叫他買100元 他不知道為什麼買120元 但Deliver是買100元的 他每樣加多少少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隔 仔細點看看餐廳的定價 一碟泰式酸辣魷魚沙律 Deliveroo和UberEast賣78元 Foodpanda賣90元 泰式粉絲焗大蝦 Deliveroo和UberEast賣298元 Foodpanda賣343元 貴了40多元 至於最貴的香龍咖喱炒蟹 另外兩家賣338元 Foodpanda賣貴一成有多 要389元 在Foodpanda賣外賣 好像每樣都貴少少 陳健鋒說 他當時給這三間外賣速遞平台的餐單 無論是菜式的中英文名 或者是價錢 其實都一模一樣 當我們和餐廳合作 去談好一個所有的價錢 價目表也好 或者餐牌來說 其實普遍來說 我們不會做任何的改動 除非我們發現了一些很重大問題 羅浩賢說 會將定價的主導權 加回給餐廳 除非資料錯了 才會介入 但因為要用人手輸入 所以都難免有人為錯誤 我相信應該是個別例子 即個別的問題 因為又或者當中可能 在溝通上出現了少少問題 但普遍來說 不應該會出現這個問題 除了每張單抽擁之外 有平台就用不同的營運模式 例如Deliveroo會收餐廳開機費 即是安裝機件的費用 用來接收外賣平台的訂單 UberEast就會收相架費 陳健鋒說 通常平台會以半個月為一期 這樣而算 UberEast就是每個半月結 在你大概要減200元 扣到它的相架費完了 它就不會再扣錢 它大概不會直接問你拿1500元 如果那個半個月都沒有200元生意 就扣不到 下個月再扣 總之扣夠1500至1800元 預備相架費的不止它一個 來到上水 穿過重重的行李鎮之後 你會見到這間隱世小店 店舖小小 但他們都有跟外賣平台合作 全部都是外賣 因為我沒有糖吃 外賣的apps 就可以幫我點對點送給別人 客戶 小食店老闆陳小姐 在幾個月前 開始做外賣生意 現在總共和兩間外賣平台合作 生意做成怎樣 剛剛兩個星期 其實真的沒有話說 那個真的 我想加起來都不知道有沒有500元 另外那間 一個月我想都有4000元左右 佔我們一成的生意額都沒有 慢慢慢慢是多了 可能一個星期一兩單 變成一個星期四五單 外賣生意做得多了 但小店都要考慮成本問題 收我們有會費三千元 我一份東西才有二十幾元 你想想要賣多少份東西才有三千元 不過眼見這些外賣平台越做越大 就算收貴一點 似乎都可以幫到手做多些宣傳 可以說是療性於無 頭三個月收我們30%的佣金 另外過了三個月之後 我們就不讓他做獨家的話 他就會收我們35% 我們生意額不是說百多萬生意額 是說一個月可能只有十萬八萬生意額 又或者你又請不到外賣員 又請不到客戶服務 又做不到很多事 你又是真的 中大商學院客席教授鮮日明說 這些小店願意給一筆 所謂上架費給外賣平台 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很簡單 以前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的 你們有興趣就加入我這個平台 有生意我就抽用 因為他以前就不太多人知道他 他就要打開這個場合 現在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就想加入我的平台 你就要給這個上架費 或者你以前做的月餅會也是 你付到月封 交多少錢下來 逐次扣便宜一些 可以鎖死了 去到某一段時間 你一定會幫他買東西的 可以保證他的收入很穩定 反映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現在有一個實力 這個實力就是可以幫助這些食物供應商 他們可以賺到生意 同時間 似乎這些外賣平台發展得越來越成熟 佔了整個市場一個重要的比例 幾乎稱得上是穩賺 如果他肯給 一方面就是等於他們對他有信心 我們的生意應該足夠 扣回這些成金 是不是 不然 反正